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你等字眼 而失望 腦殘等負評 则占4.19% 其实原本对柯震东 是一片骂声 贠評比例最高 还曾经高达53% 但到了28日 柯震东在北京 公开道歉后 正负留言出现了 黄金交叉点 情况大翻转 只能说 哭哭的观众 还是有用的 有哭泉乐 重返演艺圈 应该也不远咯 太被捕 一人柯震东 公子从在北京吸毒被捕之后 演艺事业岌岌可为 形象也严重受挫 不过在北京关了14天后 再加上连开了两场 道歉记者会 网友似乎又重新接受它了 根据网络最新分析表示 柯震东吸毒事件 截至9月12日为止 这件事情在微博上 超过了1.2亿人次讨论 而网友正面鼓励的留言 高达45% 大多是加油 改过自新 我们等你等字眼 而失望 脑殘等负评 则占4.19% 其实原本对柯震东 是一片骂声 负评比例最高 还曾经高达50% 艺人柯震东 自从在北京吸毒被捕之后 演艺事业岌岌可为 形象也严重受挫 不过在北京关了14天后 再加上连开了两场 道歉记者会 网友似乎又重新接受它了 根据网络最新分析表示 柯震东吸毒事件 截至9月12日为止 这件事情在微博上 超过了1.2亿人次讨论 而网友正面鼓励的留言 高达45% 大多是加油 改过自新 我们等你等字眼 而失望 脑殘等负评 则占4.19% 其实原本对柯震东 是一片骂声 负评比例最高 还曾经高达53% 但到了28日 柯震东在北京公开道歉后 正负留言出现了黄金交叉点 情况大翻转 只能说 哭哭的观众 还是有用的 有哭全乐 重返演艺圈 应该也不远啰 台北 艺人柯震东 自从在北京吸毒被捕之后 演艺事业岌岌可为 形象也严重受挫 不过在北京关了14天后 再加上连开了两场道歉记者会 网友似乎又重新接受它了 根据网络最新分析表示 柯震东吸毒事件 截至9月12日为止 这件事情在微博上超过了1.2亿人数